一大早工人忙著趕工 進行自排水泰換工程 這支風源廟東驗室周邊 中正路小吃貪淋漓 貪商叫苦連天 接下來點面臨長達19天的 風水黑暗期 不只能烤個麵包而已 所以現在已經要暫時不供應 對 就是晚上要儲水 要把水先存起來 你一天要存多少水 存兩桶 會這麼不便是因為泰換工程 從4月26號開始到5月14號 連忍受減壓工水 甚至是區域完全停水 也帶動周邊五金百貨 儲水容器銷量 近期非常多的消費者來詢問 像是折叠式的水桶 或是一些揉水的省水器 希望能夠達到 就是省水的一個目的 業績大概成長了3到4層左右 對此自排水公司強調 會有影響的只有平日 假日不會停水 會盡量加快進度 想辦法在19天內 恢復正常工水 另外有咖啡店業者 先前發出寄品文 只要台中下雨 累計雨量達標 就發送1000杯咖啡 果然就在今天早上 霸氣兌現承諾 期待下雨 非常希望就是多下一點雨 還有這個附加的價值 25號的一場雨 店家為此大方贈送咖啡 業者說現水影響爭議 如果再不下雨 不排除暫停營業 更有洗車店業者公告 將在晚上7點下班時段 發放雞排和奶茶 共100份慶祝天將肝臨 記者聯恩兵李雲傑 台中報導